阿帕淼物店 人數字幕 李宗盛 今天我分享的主題是 Apache IoTDB 一個具有可擴展分區 和共識框架的分布式時電序列數據庫 今天我的分享主要分為四個方面 首先会简单介绍一下IoTTP的应用场景和集群架构 然后会介绍一下我们在扩展性和可用性方面的工作 最后我们会介绍一下我们这一套分布式框架 在我们上千个用户落地的过程中 产生的一些沉淀和思考以及反思 在此之前也先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谭新宇 我对分布式存储系统和实际数据库比较感兴趣 我也是去年刚刚从清广大学软件学院硕士毕业 目前也是天谋科技的Senior工程师 我也是一名开源爱好者 目前是IoTTP和TSFILE的PMC 也是TechAV、AlphaT、Redis等社区的贡献者 首先先来介绍一下IoTTP 先来提一提工业实际数据的管理挑战 对于工业实际数据 其实它存在三个显著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就是它有非常大量的数据 以及每个数据都会有非常高频的产生速度 这些最终也就造成它们有非常高的存储成本 我们举一个我们实际分电厂的一个例子 这个分电厂它可能会有两万个分机 每一个分机可能会有几百个特点 每个特点的频率它可能最高会达到一秒钟采样50个点 在这样的规模下 其实我们可以算出来每一个特点或者说就是 每一个分机它每年就可能会产生6TB大小的原始数据 今天分享的主题会集中在我们的分布式框架 会集中在扩展性可用性 以及我们在分布式框架层面为性能做一些考量 具体存储引擎部分关于性能的设计 今天的分享不会展开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LTB的官网了解这部分的技术设计 接下来就介绍一下实际数据管理技术的演进历史 最开始出现实际数据的时候 大家可能都会用一些关系数据库 比如说MateSQL或者Postgres去存这类实际数据 后来大家发现这类实际数据 其实是可以单独被拎出来的 因为一方面关系数据库里面的一些特性 是不被实际场景所需要的 同时的话各种技术设计的tradeoff上 也需要针对实际场景做一些针对性的设计 才能够跟满足业务的性能和功能需要 所以就出现了很多从零到一写的这种 IT领域的实际数据库 比如说最出名的应该就是InfraDB 也是DB Engines这样排庞第一的龙头实际数据库 他们也创新性地去提出了一些理念 比如说TechField的这种原数据的抽象的模型 还有他们的什么Retacement Policy Time to Leave TTL 这种自动删除数据的这种功能语义的属性 这也使得他们在实际数据库这个行业 也获得了非常多的关注 他们目前开源版存在了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他们的分布式方案 其实是并不开源的 只有商业版的这种支持 所以在这块IT这个领域 针对大规模实际数据的处理 大家可能会有很多各自的基于InfraDB的方案 或者说现场可能也有比如说GraphTimeDB HeroDB 或者说各个大厂内部也都有一些自己的 基于APM场景的实际数据的管理方案 这是IT领域 其实在工业控制领域 还有一个可能在IT领域不太常见的一些名词 比如说实际数据库 最出名的就叫OFI 它们基本上是常常存在于工艺 就是生产车间的端侧 它们能够去收集 存储少量的一些实际数据 来进行一些简单的汇总和聚合 这种架构就使得它们的实时性会非常高 因为它们可以在车间立马就能够接受到一些 立马能够做一些监控告警 或者什么之类的一些工作 但是随着现在大家都在讲数据要素 大家都想要在数据里面去挖掘更多的一些价值 所以说越来越多的企业 也想要尝试把各端侧的一些数据汇聚到云端 去做一些大规模的查询的一些处理 来索取其中更多的一些价值 那在这种情况下 像OFI这种数据库 它们可能就得去做这种ETL 不论是通过Corey再写到另外一个云端的数据库里面 还是说写成文件 再看怎么去导入导出给它搞进去 那其实也带来了挺多的一些麻烦 那也是基于这两个方向的考虑 那IoTDB也运营而生 我们的目标是能够希望把OT跟IT都结合起来能够做好 一方面我们提供了一个开源的分布式的解决方案 能够在云上 尤其是这种大规模实际数据的场景 提供一个可扩展的解决方案 另一方面我们也做了端变云的同步 针对这种端侧 边侧 云侧之间的一些协同 以及一些解决工业场景 比如说单向网站 只能单向通信 这方面很贴近工业 可能在IT领域都没有关注过的一些细节上 做了非常多的一些工作 那这也就是IoT Time Series 我们的名字也叫IoT Time Series Database OK 那接下来再介绍一下我们的极群架构 我们的极群架构本身上也是一个share nothing的MPP的cluster 就是它不是一个share storage或者说什么之类的架构 我们极群中主要有两类角色 一个叫config node 它一般就是一个或者说三个高可用 它相当于是极群的大脑来负责一些分片的分配 或者说极群的负载均衡之类的一些工作 那datanode这一块主要相当于就是具体的 它可以去存储具体的对应的实际数据和实际源数据 同时也能够作为client的coordinator client的连接任何一个节点都可以去访问极群中所有的数据 那在云测呢我们可以去比如说部署三个config node 作为一个高可用的大脑的支持 同时也可以部署几十上百个datanode的节点 去满足实际场景下一个大规模并行处理的一个需要 那在端测呢我们一般也使用一C一D 这种就是一个config node的跟一个datanode的这种方式 来尽量减少它的资源的一些开销 同时在各种内核的参数也有对应的一些 默认参数的配置解决方案 同时我们这一块也在考虑进一步去往CC加加 这方面进一步去降低端测的一些资源阵用的开销 OK 那接下来就还是介绍一下我们在可过展性方面的一些工作 首先先来介绍一下IoT领域 它这个workload它有哪些特性 因为它会影响我们的可过展性的设计 那这里我总结了三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有非常多的特点 其实不只是APM场景 其实在我们接触到的一些工业物联网场景 它的测点可能也会非常多 可能会有千万级别的设备 甚至可能十亿级别的测点 甚至更多都有可能 那同时也有一个 它们每个测点的这种数据量也都会非常大 有的是非常那种高频的振动 比如说核电厂啊 或者说什么粒子仿针之类的 它的采样频率可能能达到 就是毫秒精度都不能支持 就是一秒钟采样一千个点都不行 可能一秒钟要采上万几十万个点 非常高频的一些数据 那这种数据的产生呢 就会对存储产生较大的压力 可能一个设备会产生T比 甚至几十T比级别的数据 就每一年 对于每一年来说 那基于这两个特性 就是要我们的分布式框架 能够针对我们所有的探斗的 对所有的设备的所有的实据数据 进行一个均匀 能够把所有今天都用起来 那此外的话 实据数据一个非常有的特性 特色的点就是 它有一个叫Predictable Load 就是它的负载是相对可预测的 这个点怎么说呢 就是 比如尤其是在工业物联网领域 我到底今年增加多少设备 明年增加多少设备 其实是一个相对可以预知的一个数字 以及 每一个设备它的采样频率 它在购买的时候大概就知道 我这个设备大概是比如50赫兹 或者说我30秒采样一个点 基本上也是可预测的 那这就给我们一些分片分配 带来了一些可优化的输入 同时的话 就是实据数据 尤其在工业物联网的实据数据 它可能会存在一些乱序 但基本上每一个设备的数据 都是按照正态分布的方式 慢慢地再向后推进 所以基本上还是一个 偏向正态分布递增的这么一个写入 那先讲完这些IoT领域的特性 我们再看看 我们传统的KV负载的一些 workload是怎么样的 以它对应的分区方案 那对于KV负载的这种分区方案 最经典的两个就是Hashi跟Range 像Hashi的话可能是Cassandra这种技术方案 通过一致性Hashi的方式来 路由每个Key到底在哪个节点上 那这种情况下 一般每个节点都不会有什么热点 因为它能够把所有的相邻的Key都打散 但是它对于范围查询 尤其是一个比如A到B之类的一个范围 前缀的一个范围查询 那可能它会做一次广播的一个查询 其实支持的是不太好 那像Range的话 比如说像HBase或者说TagKV 它本质上会把一段相邻的数据去做 作为一个分片 可能对应一个RAFT组 或什么之类的去做一个处理 那这种它们的范围查询相对会比较好 但是也存在一些热点问题 要考虑怎么去解决 但基本上它们在KeyV负载下 基本只有一个维度就是Key 我要怎么去对这个K做分区 而且这个Key在这种KeyV负载下 一般都是不可预测的 我其实不太能够知道下一个时候 用户到底写A还是写V 所以这种情况下 我就没办法做太多的一些优化 那为什么说这个点呢 是因为IoT领域对有不一样 那我们来看看IoT这种workload下 它有什么区别 其实前面也提到通过我刚才的一些描述 在IoT领域 尤其是工业物联网领域 主要有两个可以分区的维度 一个是设备 一个是时间 那设备的话就是说 我们有非常多的设备在并行的解入 那其实这些设备 肯定是可以均分到不同的节点上 去做并行化的处理的 那同时对于每一个设备 它的时间分区 它按照正态分布的方式在不断递增 我们一般都会给它划分时间分区 那时间分区其实也可以作为一个 可以去负载均衡的一个单位 同时这一块时序负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 离现在越近的时序数据 它的价值越高 所以对于越老的数据 我们可能都会去有一些对应的 叫门登下的方案 比如说我用一些什么压缩比更高的一些 压缩比更高 加密解密 压缩比更高 然后压缩时间更长的一些压缩算法 或者说什么使用多极存储 把它存到一些HTT 或者说对象存储上 甚至可能会直接用一些降伞样去做处理 但总之对于实际数据来说 对于每一个设备 基本上它的时间分区 离现在的时间越近 基本上它的读写负载是越大的 是有这么一点假设在的 那基于这些特性呢 我们就设计了我们自己的分区方案 我们的分区方案是结合了哈希和Range的这两种分区方式 首先呢我们会针对设备 再一层来做哈希的分配 这样就能够把所有的设备通过哈希的方式去存储到不同的节点上 所以在第二行这一块就是说我们每一个设备 其实是能够唯一的确定它到底是存在哪个原数据分区的 那对于数据这一块 其实我们除了device这一块 还加了time维度的一个分区条件 我们会根据它的time去计算它的时间分区 把时间分区跟device ID一起来做一个最小的可分配的一个单元 去做对应的处理 那这种情况大家可能会问 那是不是我要把一个设备的数据存到 到底是存到一个分片里面好还是存到不同的分片里面好 可能存到一个分片里面对于一些聚合查询 我可能能够减少一些开销 我只用更一个分片放RPC就能够完全获取到 但是如果数据量比较大 你如果是原数据查询 你可能分到多个分片上 这种情况下你再去查询 能够利用好多个节点的IO 并且还能够变形起来 可能数据量还会更高 这个是一个根据复载 根据硬件资源都不太好确定的一个事情 我们目前的情况下 在不扩缩容的情况下 默认情况下还是会尽量把一个设备的数据 尽量放到一个分片里面 这样也跟我们 跟业界的其他系统的一些语意 分片语意也保持了一个一致 但是我们在扩缩容的时候 做了一些更针对性的设计 这里下面会介绍到 从这里我们 由于也对Device ID这块做了一个哈希降维 所以我们其实分区表的维护负担是很低的 因为不论是一万个设备 十万个设备 还是一亿 十亿 一百亿 它对应哈希完之后的对应的slot 类似于那种Revice的slot 它的个数是确定的 所以我们分区信息的维护 目前主要存在confir node上 也是一个很低的开销 这也使得我们在面对一些大规模的场景 在confir node这一块的扩展性 依然保留得比较好 然后再介绍一下我们基本的复杂均衡 那既然有了前面的分区方案 那我们基本的静态的复杂均衡 就是说我们先把对应的region 它所有的副本的排布 以及对应的leader的个数 每个节点的leader个数 都做一个具体的均衡 但是这里面我们肯定也参考这种 可比赛的算法之类的 也做了一些融栽性的一些考虑 那除了这个以外呢 我们也做了动态的复杂均衡 动态复杂均衡 其实跟其他系统一样 就是做region的迁移 我把一个副本从A节点上挪到D节点上 那这个时候就能够减少A节点的负载 能够去增大D节点的负载 把D节点也用起来 但是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因为share nothing 大家都吐槽share nothing的架构 可固然性不好 就是因为我得大量的搬清数据 那搬清数据 不论你怎么做线流 做优化 做零烤贝怎么着 它都一定会消耗一定的资源 并且影响实时的杜写负载流量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结合我们前面的一些场景 去做一些针对性的设计 我们的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前面也提到 时序场景的负载是相对可预测的 所以我可以通过一些 至少在大部分我们接触的用户案例里面 我可以去体现规划 我加了几个新的Worker节点 我大概什么时候数据子盘会满 那当我加了这些节点之后呢 我就可以不搬清数据 我直接在新的节点上去创建新的分片 并且也在这些序列槽或者设备 在新的时间分区的时候直接分配过去 这种情况下相当于我就没有去搬清数据 并且还把一个设备的数据 可能分到了多个节点上 但前面也提到 分到多个节点上不见得是负面优化 也有可能是正面优化 尤其对于一些原数据产品来说 实际上是能够并行地利用到 多个节点的IO的 那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新的节点到下一个时间分区来的时候 它上面也可以能够去承受 实时的读写的负载 比如它的MAM table WL 这些东西都开始接收写入了 那我们就能够实现一个计算的负载均衡 计算的负载均衡 就是说我们CPU资源可能使用的是差不多的 但是这里依然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存储资源 好像看起来还是老节点会多一点 新节点会少一点 那这也会使得大家去关注 这种情况下是不是 你不Regen迁移 好像还是会带来其他的一些问题 那这个确实也是sharenothing的一个 必有的一个弊饼 不过这里也是时序场景的一些语义 就是我们都有这个time to live 这么一个语义 就是其实对于实际数据来说 它一些我们大多数用户场景都会去设计它 它能够实际数据存活的时间 比如说7天或者说15天 或者说一个月两个月 那其实只要通过一个TTL的时间 那这些老的这些节点上 它对应的磁盘的容量 就还是那么大的大小 因为它老的数据就已经被删掉了 但是对于新加入的这个节点 它的数据容量也会到达一个TTL时间 能写出的这么多的数据量 那通过这样的一个设计呢 我们相当于就是通过TTL的时间 能够最终达到计算和存储的双均衡 而且还不需要迁移任何数据 而且也不会对查询产生什么影响 就是基码存储资源均衡的这一点特性吧 来满足了最终达到 能够达到不搬迁数据就负载均衡的这么一个效果 从我们的线上场景来说的话 目前看这个Trade-off的选择还是值得的 尤其是在持续这个可预测的负载场景下 还是有不少收益 但是如果用户实在接受不了 那也可以去做region迁移什么之类的 本质上我们的这种分区方案相比 传统的关系数据库 比如New Seco 他们这种region迁移是做了一个增量 就是仅仅是做了一个各有好坏的这么一个方案 那当然这个方案也有一些缺点 就是比如说如果这个TT 这里有一个单词打错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分配 是需要到下一个时间分区的时候才能够分配 这个时间分区的默认单位可能是7天 如果用户我今天加了 我想现在就想让这个新的节点提供读写服务 那应该怎么办呢 当然它加入现在节点之后 它本身可以作为coliulator去服务 读写服务 但是它可能上面暂时还没有分片 我确实需要等到下一个时间分片去分配的时候 也就是可能7天后才能够去作为一个分配 那这种情况下一种方式就是我能够立马去做对应的region迁移 相当于还是通过搬迁数据的方式 传统的这种方案去解决这种问题 但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考虑 万一我们就把这个设备的最后一个时间分片的数据分到两个分片上 我立马能够在新的节点上去创建对应的分片 并且能够把数据都写进去 那这种场景下会有什么问题吗 可能会有一点问题 就是这个情况下可能不太能够支持更新 因为我一个相当于一个time partition 它对应了两个分片 那到底我从两个分片里面都查到了相同的数据的时候 到底以哪个为准 那这种情况下可能通过一些分布式的一些定序方案 比如说混合逻辑时钟能够去解决 但是它对于实际数据本身这么一个存时间的一个数据库来说 又有点过于昂贵 不过这个好在就是对于实际数据场景 它的写入的这种更新其实相对比较低的 大部分情况下在某些用户场景还是能够提供这么一个抽象 不过这个具体就也是一个tradeoff的一个考量 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中间还有什么坑 这个也是一个我们也还在讨论的一个方向 OK 介绍了我们在扩展性方面的一些创新 然后再来介绍一下我们在可用性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还是先来分析一下我们IoT领域的这个workload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它也会影响我们的可用性的设计 首先第一个点就是IoT领域对于一致性 它的需求是不太一样的 比如说对于一些金融实际数据场景 他们会更加希望强一致性 他们在CAPD里面可能是一个CP系统而不是AP系统 我宁可暂时用不了 我也不能出错 因为它最后可能都对应了一些商业收益的一些影响会比较大 但对于工业实际数据场景 我这边也不好评价说到它就一定可以弱一致性或者怎么样 但至少它对金融时间数据 它相比金融时间数据来说 它对一致性的需求会稍微放缓一点 它的tradeoff的一些选择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考量 不同用户的需求不完全一样 还有第二个点就是可用性matters 就是可用性非常重要 对于比如说像Google的Monarch 他的评论文里面就说到 他们的全球时间序列数据库也是一个AP系统 而不是一个CP系统 极端场景下它会牺牲一致性 同时它先确保数据能够写进去 所以相比一致性确实对于工业实际数据库领域 甚至APM这种场景 在面对C和A的考量的时候 A是要更重要的 我能够提供读写服务 甚至我能够先把数据写进去 这个比查询时候的一致性都更为重要 然后第三个点就是性能确实也很重要 因为实际数据本质上是 它这个场景有点高通量大吞吐 基本上图对量要求比较高 所以共识算法这一块性能的一些对比 或者它性能提升个几倍 对于实时的路线性能的影响也会比较大 所以它的性能考量 也会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 那既然前面也提到 大家对于一致性算法这个需求不一样 那共识算法这一块 确实也会有很多的一些trade off 它有很多可以对比的一些维度 比如说我这里跌了四个维度 像一致性 可用性 性能 以及对应的一些存储成本 比如说像RAFT你要实现高可用 必须得三副本 但你想要一步复制的话 其实你实现高可用只用两副本 很多系统也有一些双活的解决方案 那熟悉共识协议的同学应该都知道 你只要搞两副本就不可能强共识 它确实是很多情况下一种trade off的一种考量 但这块确实会可以比较的维度 甚至除了这四个维度之外 也还有更多 这四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维度 但确实不同的共识协议之间 它的维度上的一些考量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就开始在想 既然考量不一样 那我能不能进一步去做一些抽象 我们也去调研了2020年的OSDI的based paper 他们叫Facebook Dallas 当然现在叫Meta 他们是能够去支持 在一个统一的接口下去支持不同的共识算法实现 同时还能够支持共识算法的动态变更 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 共识算法的这个线上生产环境的动态变更 需求没那么强烈 但是出现出来这么一个框架去支持不同的共识算法 满足不同的业务需要 是存在这个很强的需求的 那这个框架呢 它也是第一个在工业界大规模应用 因为它统一了MetaNable所有的原数据基础设施 同时也被学术界认可的一个工作 也获得了2020的OSDI-based paper 也是参考他们的思路吧 我们也在LTDB内部去实现了一个统一的共识框架 我们抽象了一系列的一些语义 比如client,node,iConsident,peer,iConsident,machine之类的 能够对上对下提供一个统一的抽象 这对开发是利好的 不用去写那么多的特判 我们通过一个配置参数 到底使用哪一个共识协议 就能够把这些节点之间协调 或之类的一些逻辑去做一个分装 那使得对上对下他都只知道有一个共识层 他不需要知道里面共识协议具体是什么 也不需要去考虑它的具体的一些可对比的维度是什么 然而让用户直接去最终决定 这些维度到底应该挑哪一个 那目前呢这是三种共识协议 一种是轻量单副本的 然后第二种呢是强一致性的 第三种是最终一致性的 首先先来说一说轻量单副本的共识协议 它相当于就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Map Key可能就是一个RegionID Value就是对应的一些处理 它提供了一些极致的 它很简单也提供了一些极致的性能 因为它不需要去维护状态 所有的重启容缩性都是由底层的状态机自己去决定的 那在端侧我们会经常用这种共识协议 同时的话就是在一些 比如分布是共享存储这种场景 因为本身存储层已经做了高考用了 那我们也就没必要在上层再搞多副本 这种情况下我们也会用这种共识协议 然后第二种共识协议呢就是强一致性协议 因为设计一个共识框架 一定得支持至少一种强一致性共识协议 比如说我们的大脑什么Config Node 肯定是得用强一致性协议的 那我们也选择了业界最认可的RAFT的算法吧 因为相比Multipaxes实在是好维护和好理解多了 那RAFT它能够提供线性一致性的这种语义 同时它也能够在三副本的情况下实现一副本的容错 从而达到高可用 然后在写RAFT的算法这一块的时候 其实我们之前也做过很多的探索 我们之前可能有一两个同学尝试去自研过RAFT 然后通过花费半年一年多的时间的话 发现它的一些接口的抽象啊 一些bug-free程度啊 基本上是很难达到一个预期的 所以在这一块当时我们的一个方案就是看 有没有一些更好的一些开源实现 我们也做了一些调研 最终呢发现SOFA DRAFT跟REATIS 在这14个维度算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SOFA DRAFT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 它底层强偶和了ROXDB 强偶和ROXDB的话 对我们在端侧区域部署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所以就会导致有这些问题 所以最终我们就选择了REATIS OK 然后下一步的话就是 最终一致性的这个公众协议 它的次座的话就是一步复制 然后也是写入延迟会比较低 因为它每次写入不需要QUORUM WRITE 不需要QUORUM WRITE的话 相同密发情况下延迟低那就吞吐高 它也提供最终一致性的语义 也同时只用两副本就能够达到一个高可用性的需求 最后再提一下为什么这种一致性协议可以被用呢 因为时序场景 不同的设备它往往是独立采集的 这些并发的起入之间实际上是没有写写冲突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就不需要去考虑一些定序的问题 它哪怕不同的请求在不同的节点上执行的顺序不一样 只要它们不冲突 它们最终也能够达到一个一致性的一个 最终一致性的那么一个效果 那这也是我们敢把这个工资协议去给用户用的 尤其是工业物联网领域用户用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强一致性协议它确实想要达到高可用 它必须得三副本 但很多端侧的一些场景 它确实就没有这么多的一些硬件资源 所以就只能进一步去搞两副本 两副本的话那就只能做一致性 这也是一个从用户角度出发的一个必须的事情 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性能对比 时间原因就简单分享一下 就是单副本的话可能 Retit都会稍微差一点 然后三副本的情况下 弱一致性比强一致性还是性能高的倍数比较多的 只不过随着并发的增高 因为Rapt这一块它的Batch跟PipLine的效果会更好 所以它的吞吐会增长得更快一些 但一步复制的话 因为它本身的开销都已经在锁那块了 所以说一批发增高之后 它的吞吐不会出现显著的提升 然后这一块的话就再隐身一点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本身也是一步复制 但一步复制还是Operation Transfer 我相当于一个请求 到Folder去执行之后 还要写WL 还要写Mtable 那这一块我们要进一步去抽象成State Transfer 比如说我们直接传文件过去 是不是有可能能够达到一个更好的效果 这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共识框架之下 可以进一步去演进的 当然这中间肯定也会涉及到一些Trade Off的考量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 那最后再简单说一下本子 在扩展性这方面呢 我们在负载均衡这一块也调研了几十篇论文 我们最终会发现呢 就是这些通用的负载均衡问题 在一些通用场景下是没办法被解决的 但是在一些我们特定的场景下 是能够去做一些针对性的优化 比如说我们这个不迁移数据 就最终达到负载均衡的这么一个效果的方案 就是在特定场景下才可以去做 那第二个就是确实很多时候都是Trade Off 我们需要去仔细考虑可以Trade Off的维度 一旦我们能够想到一个之前没有考虑过的维度 那就有可能有一个新的创新 然后最后一点也就是在可用性这方面 其实我们不能给用户的一致性需求 做出一个强行的假设 因为它确实不太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提供一个框架 提供很多选择让他们去选 这个是所有用户都可以去接受的 甚至比我们强行绑定一个强行致性还要更好 然后第二个的话就是 用户永远都会选择强行致性 它会要求你把WL每次都刷盘 它会要求你强行致性都更好 除非你真的把对你的一些 其他各个维度的一些考量的成本去给它看 它可能还会做出一些不一样的想法 比如说你想要达到高可用 你就得三副本 三副本就比两副本要多50%的存储成本 当你把这个跟用户去聊的时候 它会去结合自己应用场景的 去做一些自己的一些考虑 所以这些实际上是也需要跟用户去介绍的 OK 我的分享有这么多 时间原因就不再多多介绍 谢谢大家 分别是StreamPassPosa和FunctionStream OK